一拳超人重制版作者春田 一king正四龙等了半天也没有完成 但是作者春田前几天更新了 更新了什么内容呢 一个漫画作者居然更新了一个短篇动画 春田表示他要做更多的尝试 真心希望你把一king正四龙画完了 再做新的尝试 但是不得不说 春田制作的这个短篇动画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但是在暗示一拳超人第二季做的不行吗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春田 画的这一画短篇动画吧 我是一 喜欢一拳超人的内容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得知一拳超人的最新消息 画面开头 齐宇随手解决了一个怪人 这名怪人是绿色的 胸口被开了一个大洞 看来最起码应该是轨迹以上的怪人了 齐宇的这一击使得周边风云变色 大风起息云飞扬 这个时候一张宣传端 就这样被大风吹到了齐宇的脸上 齐宇拿下宣传端一看 发现是超市的身仙大减价 高级牛肉史上最低价 还有各种优惠的蔬菜 今天是最后一天 五点前关门 齐宇得知这个消息非常的紧张 这不马上就五点了吗 齐宇用力一跃 一定要赶在超市关门之前 抢到牛肉 齐宇飞速的奔跑着 看了一下手表 什么 还有一分钟就到五点了 这可太不妙了 齐宇跑着 看见大楼直接拐弯来到了路上 齐宇的速度轻松超越了汽车 跑着跑着 来到了一条大河这边 旁边有桥 齐宇并不走 直接青空水上飘一般的跑了过去 在河旁边的两个小伙都吓得不轻 齐宇一跃 不知道跃过了多少大楼 在时间如此紧张的时候 齐宇还非常好心的 牵着老奶奶过马路 毕竟也是英雄嘛 以前齐宇是C级英雄的时候 估计应该做过 很多这样的任务吧 扶老奶奶过马路以后 齐宇继续前进 来到了高铁的交汇处 眼看着两个高铁即将就要交汇 信号灯已经变成了红色 齐宇想着 我的速度直接冲过去不就行了吗 齐宇也这么做了 加速直接跳了过去 但是跳到一半 高铁的速度还是太快了 齐宇直接跟高铁撞上了 进入了车厢 齐宇在车厢内飞速的奔跑 在旁人的眼里 齐宇仿佛也静止不动一样 也就是说 齐宇的速度已经达到了高铁的速度 齐宇从高铁上跑了下来 继续前进 终于来到了这家超市的门口 时间已经只剩下几秒钟了 这家超市的门口有着长长的队伍 齐宇显得非常的紧张 齐宇非常焦急的 在队伍后面张望着 却发现这个队伍的前面是性感囚犯 看意思好像是庆祝性感囚犯托育成功 性感囚犯不仅留下了签名 还留下了声纹给各位粉丝 齐宇发现不是这个地方以后 赶忙寻找其他地方 发现自己的后面就是买生鲜的地方 店家已经把生鲜大出的招牌准备收掉 齐宇又晚了一步 齐宇绝望的倒在了地上 这个时候还是杰诺斯靠谱 杰诺斯早就买到了这些大醋的牛肉 回去的路上 齐宇跟杰诺斯有说有笑 这就是村田最新发布的动画 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 大家有能力可以去村田的账号 看一看原版 我是于义 喜欢一拳超人的内容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